我們的使命就是希望可以協助人們透過找好方向做好工作 過好日子去實現理想的自己 就業輔導這件事情其實歷史算悠久 但是職業生涯輔導是比較新的概念 因為過往可能比較多就是巡職找工作 可是你會發現現在這件事情已經不會是最重要的事情 人家反而會想的是 那我除了這個時間找一份工作以外 還有那我長期看起來我到底要做什麼 這其實是啟雅的概念 那甚至於再提升到是整個人生的概念 那是生涯的概念 我們大量的使用的是一位MIT使用管理學員 中生職教授叫Edgar Schein 提出來的Career Anchor這個理論 那中文把翻譯叫吉牙茅蒂 在他過去的研究中他觀察到 職場工作者內在都有一種形象 很希望自己可以實現內在某一種我自己所認同的內在角色 那要怎麼樣去實現它 就是透過外在的工作 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會很希望透過外在工作 去實現我自己內在所認同的那個自我概念 這幾年一直在倡導社會中推動讓大家能夠找好方向 做好工作過好日子這樣的一個觀念 我們有一個非常完善的生涯培訓的體系 我們從美國的生涯發展學會這個機構 然後引進到台灣做這個專業的認證 課程的在地化我們其實蠻多的顧問 都會透過演講或是透過諮詢 其實不只是失業民眾 包含說生涯有困境的民眾 那有時候可能是轉職 可能是覺得說 我是不是覺得工作不是那麼滿意 但還在工作中 透過個體化族群的認識 然後把他們的資料放進我們的教材裡面 那這個培訓的名稱叫做國際生涯發展資源是CBA的 所以在過去我們也開始去發展 我們自己認為這樣子的一個專業註人工作者 它應該要加上去的才能力 所以我們也自行一個研發出 針對這種求職準備的求職力這件事情 一個認證的課程叫JSRF 然後我們針對職牙矛定 我們也把JSRF一套東西 也設計了一個比較有系統化訓練的program 讓每一個人都有能力理解那套理論 也有辦法使用一些工具 我們現在的課程也都做了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設計 把一些重要的課程加上了AI教練 課程結束之後 由AI事先設計好的這個program 然後我們會在一個時限內 每一天都會發出練習的通知 我們心理學或者叫生涯的服務 其實很容易遇到兩個大的瓶頸 第一個瓶頸就是規模化的問題 課程上完也不見得就上完就結束 它需要有一個所謂的持續性的陪伴學員 持續的彼此分享彼此共學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對企業經營來講 它是一個很重的成本投入 另外一件事情叫做訓練的成果可視化 如何讓我介入的成果可以被看見 特別是當我們移動到企業的服務的時候 企業今天花了一筆錢投入在他的員工身上 部門要跟他的老闆報告 老闆要跟大老闆報告 其實都必須要讓他看說 到底我們這整個介入訓練整個program 對同仁們的影響是什麼 有鑑於此所以我們就加入了AI協助 十年來坦白講是蠻辛苦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新的領域 過往的時間很謝謝政府 有這樣子的資源提供出來 下個十年我們就會很希望 可以在有限資源下把一個叫 生涯服務的智能平台建構起來 更希望跟企業那邊可以更加的對接 讓企業可以在我們這裡找到 最適合他家公司的人才 也可以讓我們這裡的民眾可以找到 能夠讓他發揮自己專業的舞台